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通人要是敢私自穿龙袍 就会为士作造反 不仅会让自己丢了命 还会连累整个家族 所以一般来说挖到了身穿龙袍的尸身 一定就是某位皇帝 现在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古墓 墓中人身穿龙袍 却用龙袍陪荡 翻遍了整个史书 也没有关于这位帝王的记载 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2006年 北京石井山某石工现场 发掘出了一具干尸 经过专家初步勘测之后 确定卫墓主人卫男性 尸身长1.75米 令人惊奇的是 左脚长着六根脚趾 关头上书 王清告受中现代夫 诸吴皇公之灵鹫 根据这一线索 专家们翻遍了青史 却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此人的记载 更加令人迷惑 的是在他的关中 有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官服 据考证中现代夫是一个四品官职 在其官服上面 应该绣着鸳鸯才对 但是这巨师身上所穿衣服 却是麒麟图案 要知道在清朝 只有一品五官才能身着麒麟 更让专家惊叹的是 关中存在四爪蟒袍和五爪龙袍 一个四品官员 却有亲王才够资格穿的服饰 此外 清朝男性的发饰 都是后面留有辫子 前面剃光 而干尸的这种另类发技 却与清朝风格严重相对 这些矛盾全部集结在一个人的身上 身为中现代夫 必须要遵从清朝的制度 毕竟清朝对这方面有严格的控制 可是黄桌乌这个名字 却是一个汉人名字 因此可能极为反对 清朝的留辫子做法 很多汉人在去世之后 都会由家人偷偷地剪掉辫子在下葬 在他们看来留着辫子 无法面见自己的祖宗 因此可以解释为何清朝会有没辫子的官员了 那么身穿蟒桃下葬又是出于什么 原因 因此能看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员 黄桌乌 这个名字并不好听 甚至还有一点恶口 按照古人取名字的习惯 不该如此 因此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名字 带有一定的象征意味 黄桌乌 难道是一个被皇帝罢处的元继承人吗 这种推测不是没有可能 就像当年的康熙皇帝 整整在位61年 很多大臣都劝他让出皇位 安心地做一个太上皇 可是过度的迷恋权力 让康熙觉得太子是一个威胁 于是他就多次把自己的太子囚禁起来 为的就是独揽大权 操控天下 而康熙对这个太子的感情非常复杂 他的生母是康熙最宠爱的皇后赫舍里 但是赫舍里因为难产早早死去 只留下了一个孩子 让康熙十分悲痛 特殊的身份让印仁在康熙众多的儿子中脱颖而出 深得康熙喜爱 甚至达到了溺爱的地步 曾说到 印仁乃皇后所生 朕去遇爱惜 即便日常公务繁忙 康熙也坚持亲自抚养这个自小就没有母亲的孩子 在印仁年幼时 康熙就悉心培养他 将他是做自己未来的接班人 在他的教育问题上倾注了很多心血 而康熙的后爱也换来了回报 印仁兴奋浩爵 熟读四书五经 并且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 曾说过 温故之心 尽人也和天 方位不负所学 康熙二十五年 十三岁的印仁曾在文华殿中 为众位大臣讲解儒家经典 因为苦学多年 又经过反复的练习 使得印仁非常自信 大臣们看到之后纷纷赞叹 这位接班人有帝王风范 康熙也十分满意 除了文学道义之外 印仁在武功方面也有协出的天分 尤其是骑射 在众多皇子中堪称第一人 聚集在印仁马上功夫了得 甚至还能左右开弓 康熙经常带着他外出打猎 五岁时曾连发五戒 射中了一头鹿和四只兔子 甚至有一次出巡 一头野兽突然窜出来 印仁和伯父们一同制服 那他让康熙非常高兴 等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康熙慢慢的开始 向他传授治国之道 告诫他一定要遵循组织 教他如何用兵 如何统帅大臣 怎样识别人心 等到了青年时期 康熙有意培养他独立处理正式的能力 每当初旬都会把太子带在身边 跟随自己体验民间疾苦 以便能在日后更好的统治天下 因为皇太子勤奋好决 有治国之能 朝中大臣都称赞他善良 康熙非常满意 经常对大臣们说道 太子凡是皆欲明晰之意 正与朕心相同 朕不胜喜悦 此时的印仁是一个完美的接班人选 他有朝中大臣的支持 又深的父皇的喜爱 每当康熙处游 都会叫来印仁处处 他一定要亲于正式 吩咐下人照顾好太子的生活喜剧 甚至有时候印仁没有及时回复父皇写的书信 康熙都会十分着急 在他心中 太子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 当初有多疼爱 再失去的时候就有多痛苦 在印仁死后 康熙很有可能按照皇帝礼仪将他秘密安葬 此时的康熙只是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 他的心境可想而知 在墓主人的身份大白之后 暗藏在宫廷斗争中的心情也令人动容 而出于一些原因 康熙在后期曾多次出手打击太子党 而印仁也在囚牢之中郁闷而死 终年51岁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请说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